为什么光太郎演完泰罗以后 就在也没有出演过任何奥特曼 其人间体扮演者小田三郎 到底是不是又一分子 为什么说在线诗世界中 泰罗救了雷欧的命 今天就给大家一一解答一下 关于泰罗人间体扮演者 小田三郎的几个显为人知的冷知识 小田三郎1948年出生 今年已经76岁高龄了 1966年年仅18岁的小田三郎 正式进入演一圈 虽然拍摄了几部影视作品 但都属于配角 直到1972年 24岁的小田三郎 得到了一个面试奥特曼角色的机会 并顺利拿到了男主光太郎这个角色 不过据小田三郎后来自己说 因为小时候自己没怎么看过奥特曼 所以对于出演奥特曼 他并没有感到很兴奋 但却对自己能当上男主角开心 由于当时正值艾斯拍摄播出之际 加上小田三郎已经被定了下来 于是远古为了让小田三郎能混个脸书 便将其安排在了 艾斯第二十话中客船 这就有了后来经典的名场面 喂 这船确实飞过 你这个杂种 你是不是纯心想拿我开心呢 你这小子 你这混蛋 你想干什么 而也正是因为这次客船 小田三郎发现 北斗形丝脖子上的围巾很帅很拉风 于是后来在泰罗开拍时 他就模仿北斗 给自己脖子上也加上了一条白色围巾 值得一提的是 剧中光太郎的变身动作 也是由小田三郎自己想出来的 而灵感则来自于隔壁的假面骑士 在拍完泰罗以后 远古曾邀请过小田三郎 再次回归克室出演光太郎 但都被他给拒绝了 小田三郎认为 在TV大截剧中 光太郎已经扔掉了变身期 不能再练身了 如果他再回来是演光太郎 不仅从逻辑上说不通 这样也会欺骗观众 于是他就以这个理由 多次拒绝了远古的邀请 那为什么说 在现实里 泰罗救过雷欧的命呢 原来早在十几年前 凤原的扮演者真夏龙 不幸患上了胃癌 小田三郎在得知以后 四处给帮他找名医 最后在小田三郎的帮助下 真夏龙才得以康复 至于小田三郎是不是右翼的问题 就要追溯到四年前了 当时小田三郎在社交平台上 发表了一篇疑似支持港独的文章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行去搜下原文 至于是不是右翼 还得大家自行判断 但不可否认的是 泰罗和光太郎 绝对是我们记忆深处 最美好的回忆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